畫面 行人禮讓 對 你很想罵的事 對 因為我 沒有 因為每次 搭車 搭車 腳踏車 沒有 因為我覺得 因為新北市現在不是有很多 那種區域都有重新規劃 然後就有很多友善 就是一些 就是步道 行人的步道都會做得很好 對 然後因為像我每天早上 就是有時候會帶小孩 走路帶小孩去上課 然後我又有一次 那種騎腳踏車的 他就是騎到那個人行道上去 然後他就一直按那個 嗶... 然後我就覺得 明明這就是我們 然後為什麼腳踏車 就是很愛騎上去 然後重點是 小孩就被那個 那個聲響給嚇到 然後我們就看了他一下 那個腳踏車那個人 他在這邊秤給 蹬我 然後我就覺得 你到底在幹什麼 明明就是那個 有一個罵的是 行人優先 對啊 不寫那麼明白了 我有一次也是就是 穿長袖嘛 拉一下衣袖往旁邊拉一下 我剛好就回到一個 騎單車的人 然後我當下下醫師就感到 對不起... 然後他就停下來 然後回頭瞪我一眼 因為陳真強那時候在我旁邊 他是一個只要看到我受委屈 他就會爆炸的人 他就馬上跟那個騎單車的人說 喂 這也是人行道耶 結果他就騎走 然後再比他一個中指 沒有耶 然後陳真強又氣動 白蜜充刺 然後他就看著他 他就說 然後他講完這句話的時候 我就 騎腳踏車的人是Paul 不是 他就聚經驗 我就想說 哇 你真的是氣到 氣到你沒有辦法 吼耶 對 而且他是亂罵耶 因為找不到身上要攻擊什麼 剛好就一個光頭 那他就說 你為什麼 因為腳踏車 你根本沒有車牌 你沒有辦法去檢舉他 對 來... 來 身為在地人 這個我超之豪的 不知道你們就遜掉囉 好 來... 好 厲害 好 厲害 這是我們的 台北代表 可以出來的 霸王拳擊麵包 我跟你講 講到美食 大家一定會想要來台北 為什麼 因為我們就是一個小外國 我們什麼都有 我們才是小外國 桃園也有小外國 我們是跟桃園的小外國不一樣 我們是真正的小外國 好 好 因為它叫霸王拳擊麵包 其實裡面就是包拳擊 這感覺很厲害 然後外面就是這個霸國麵包 這個不就是看你以為是烤雞 真的耶 這要怎麼做它 怎麼剝的 你們就有聽過那種叫花雞 沒有像叫花雞 它有點像那個概念沒錯 好酷喔 很香... 我就是它的香料 它的香料好吃 太好了 真的很像雞腿 對 它叫上雞腿 好厲害 它叫上雞腿 大家拿著吃好了 霸國麵包 對 然後我跟你們講 它裡面其實就是比較像是 美式的烤雞 然後它整個 好像要沾這個 對 然後裡面有那個芥末醬 你們可以沾 這個是大蒜雞嗎 好香喔 它有那種chili在裡面 有 真的 可是我如果不沾 我覺得也很香 你們可以直接吃 這個雞都烤得真好 它軟嫩 然後不柴 對 你們沾這個醬 直接用手就對了 對啦 用一塊 這個醬超好吃的 好 我知道它為什麼要這麼弄 因為它外面裹法國麵包對不對 對 這個法國麵包會吸它的雞汁 對 讓法國麵包都呈現不同的風味 然後你們沾這個 好好吃喔 因為它是那個法國麵包 有點蒜香嘛 然後裡面就比較像是 美式的烤雞的香味 可是芥末紙通常你們 是不是就吃豬腳也會沾 它就是可以解膩 所以這個芥末紙 我覺得它的香氣也是很濃 跟那個蒜香可以 完全地融合 然後它是有一點帶 美的一滴的漿 香氣 它的那個炸雞有先醃過 很像紐澳涼麵 紐澳涼麵 而且我覺得台北比較優勢 在美食的部分是 我們很會融合各地的 但是都是選擇很精華 跟妳的地方沾一下 來 凱依 沾一下 而且它雞肉怎麼這麼嫩 完全不彩 麵包也是完全無湯無油 無添加的麵粉 對 不油膩 而且非常的鬆軟 不是那種乾彩的那種麵包 是叫酷痰的感覺 就是它是有團性麵包 而且黑胡椒味也很好吃 這個醬好好吃喔 聽說 因為那法國麵包會超乾的 很多知名藝人都會去 對 像什麼方麵華 然後新婦姐夫妻都會去 你看它的麵包都會把那個汁 汁都包包的 所以 然後外面也酥酥的 因為我們平常如果 我吃都吞口水 就是平常我們吃麵包 就會想要沾點湯或什麼的 但它等於幫你做好的 直接把湯汁融在那個內餡的部分 所以你吃起來就完全不會超 而且它這個醬厲害 是有點酸酸的解膩 對 它裡面有放感染 它肉汁是不是幸運 它香料味也蠻柔的 我剛以為他講 有 做菜包放感染 他只想放感染 我以為講出一些很深入的話 沒有 他覺得就是放感染 是不是很好吃 它的雞肉一定有特殊先浸泡那種醬汁 對 應該至少有切一碗 至少有一碗再浸泡 香氣很濃 一定很驚豔 對啊 來 這個成功 好吃 好吃 來 接下來 我推薦真的超級好吃 全台灣只有台中吃得到 真的 這感覺像是從文具店買回來 真的 好像標本對不對 我覺得到底是什麼 全台灣只有台中油 非常新鮮的 超大鮮貝 我跟你說 因為大家想要鮮貝 都會想要很厚 很硬 它的是非常薄 很鮮 而且它是整隻 你看這是整隻蝦子炒蝦 去把它壓製的 然後這是整隻魷魚 而且你沒有吃到魷魚的地方 旁邊也是有蝦子的鮮味 非常非常的香 而且這個是日本非常流行 然後台灣 我跟你說台中厲害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美食 像麻辣鍋 手搖飲 都是從台中發起的 台中拿著真正的美食 對 所以像這個 在日本的時候是那個 薑枝島那邊非常有名的 因為那邊盛產很多的海鮮 以前最有名是那種章魚燒鍋 有沒有你知道的那種鮮貝 然後後來開始有各式各樣的 炒蝦 魷魚 我覺得非常可愛 很有趣 而且好酥喔 而且重本 這個好刷水 我覺得對 你講到重點 我覺得重點就是這個 超刷水 所以把它變成碎 然後做成跟麵包都在一起 你可以幫我先把它對半嗎 因為我好想吃中間 來 把它對半吧 它這個是一整隻厚厚的 對 你先把它折過去... 然後我吃到蝦子本人了 對啊 我也要吃醬 吃它中間那個魷魚 用啃的 用繩的 對 它這真的會比較好吃耶 中間比較像 比較潤 比較潤 對 生命全體 對 所以它就是可以吃到 那個鮮貝的那種脆爽 然後中間吃進去的時候 就很像吃到魷魚絲的感覺 對 它就是兩種口感 我發現這個如果沾米 那也吃醬魷魚 可以 可以 它那個芥末醬 海鮮本體就有嚼勁喔 對... 所以我覺得這有點像很多人 會吃那種什麼 什麼那種玉米片沾那種沙沙醬 我覺得這就像很日式的 你可以去沾一些 你自己喜歡 像剛剛講的美乃滋 醬有什麼 我覺得都很巧 剛剛那個醬也可以拿來吃 對啊 那個醬百搭 台北跟來中聯合在一起 因為這送人好有面子 真的啊 太特別 對啊 它就這樣一整包 超可愛 它就要很小心翼翼的 這樣送給他們 眾生對方 而且它就是在夜市裡面賣 就看它現場那裡烤 那應該是超療癒的 夜市裡面是超多美食 對啊 所以台中真的是 這有 有剛剛吃蝦子版本的 還吃得到蝦殼 對啊 真的 衰衰之助 推薦給大家 好特別喔 可以讓我們暫時忘卻詐騙這件事情 喂... 我們已經破獲致實際了 真的實料 完全沒有詐騙 真的沒有詐騙 真的實料 喂 接下來換文綺 來 太療癒了 高雄之光 各位 冰冰冰 真的 這一次因為高雄 因為天氣本來就比較寒熱 所以做冰呢 就很熱 很熱 很熱 這要炎熱 炎熱 炎熱 它正常版是這麼大 這麼大 我們因為 簡易版 快速版 就是小小一點 簡易版 那今天帶來的是芒果口味 叫芒果麥斯 跟嘻哈帝國 對 你們怎麼在偷吃 我也想吃 來...吃... 來 吃... 來... 我跟你講 我要吃 你看 你們都拿起來對不對 一般我們吃冰是很難拿起來的 我以為它是雙麒麟酒 它不是 它不是起司 我跟你講它是我們全台唯一一個 可以手拿的雪花冰 手拿的 邊走邊吃很方便 非常的方便 那老闆我覺得它有一個地方 很讚的地方 因為我們高雄地大嘛 老闆剛好也有一塊地 自己在種水果 對 真的 所以它是自己種的 對 自己種然後自己賣 水果超甜的 它對西瓜冰到裡面 吃得到可以 是不是 因為這個老闆他自己是做的 那包括它這個芒果 也是自己種的 芒果很膽粉 然後芒果醬也是自己熬的 所以它有西瓜還有哈密瓜 哈密瓜兩個結在一起 對 嘻哈帝國 它的這個 它芒果厲害了 起司啊 上面這個也是他自己的 對 上面是起司 然後它自己用的 上面是起司 對 你看老闆超級有誠意 不只這樣子 各位 老闆誠意到 他從高雄會上 可以當成機關 謝謝老闆 但是我跟你們講一下 老闆 他是我的民間友人 對 很好吃 老闆的本業是什麼 我本來是智商心理師 智商心理師 是很恐怕 現在造兵療癒大家 後來發現 還要聽人家倒一堆垃圾 抱怨多 抱怨西 美兵大家吃得開心 用甜品療癒心理比較快 吃完心情都好起來 這下面還有這個是 這籃籃是什麼東西 那個是 對... 上面這個 主要是因為 一來很漂亮嘛 二來是大家手拿著 在外面走的時候 它就不會融化 因為它握到的不是餅這樣 對 因為芒果非常好吃 你也是有在搭帶芒果嗎 家裡面有 家裡啦 因為我家是仿佼 對 謝謝... 捏動的話 動比較沒有甜味 這樣才不會黏分 對 你很懂 你好 那路著路著 我已經吃飯完了 好誇張 很好吃喔 雙通吃到還沒停過 好好吃喔 這整個搭配方式是你發明的 我自己 我自己搭配 因為冰磚也是我自己做 所以我要試那個味道跟... 而且怎麼會想說上面不是放雙淇淋 一般來講上面都是... 沒錯 怎麼會想說起司 要點啊 就是你雙淇淋加上雪花冰 你就冰加冰 吃了就太膩 沒有感覺 沒錯 對啦 就是吃了甜點 你就想吃鹹的 吃了鹹的你就又想吃甜點 鹹的水果加一點點鹹 它水果果香會更濃 難怪我可以吃這麼多 因為它吃了不會渴 你真的吃了很多 但是... 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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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不相信你智障的為什麼 又來吃你的冰 心情就好了 很療癒了 對啊 蛋黃熊的哪一條路 我們在張二褲 對 在張二褲 博二褲進去 OK... 對 我們帶來這麼好的學花冰 謝謝 花冰大成功 Yeah 謝謝... 好 完美... 太好了...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